当然这起惊吓冲突 我们看到管碧玲说 我看过海巡行政调查报告 作为转官相信他们 但我必须大工无私 让检察官来还原真相 目前还在侦查是否为过失致死 因为在昨天静中看的报道说 有可能会朝过失致死的方向来侦办 但管妈说 到底有没有执法过当 愿意接受检视 雷达画面也交给检方 等检察官调查结果 但是金门地检署的说法又不太一样了 就说现在传言很多都猜错 请呼吁不要随意推论 那当然要朝这个过失致死的方向来侦办 第一线的海巡执法单位整个炸锅了 基层就质疑陆方渔船越界捕鱼违规在先 我方依法行政执行发生意外 就要究责判刑 对基层执法人员的士气打击很大 他们自嘲 那以后大家不要去离大陆渔船 包一包回家休息 这个前小金门指挥官立正杰将军就说 现在是甩锅基层海巡弟兄啦 还有海巡弟兄敢执勤吗 所以会不会接下来反正他们就是压在基层 指向基层问责 这个时候不要去谈什么基层不基层 请问一下警察执法 如果出现了不当事故的时候 警察基层有没有责任都有啊 这个常态我也不晓得这个谈这个 现在谈什么海巡弟兄基层有什么意义 高层有犯错基层有犯错就要究责 这个没什么好讨论的啦 我们先回过来一个问题 如果管毕临的态度一开始像今天的态度保证没事 如果管毕临说以海委会主委身份出来说 哎呀发生这样的事件 我本人对于有人命的损失啊 这个心感遗憾 我们会秉公处理 那查清楚事件的原貌 那这个还原真相 那么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跟空间 那这事件就解决了吗 就像刚才那个我们这个杨明兄讲的 就意外事故或者是一个不当的事故 你就就那个事故来处理啊 就有很多人多嘴啊 陆委会主委就大战部主委多嘴吗 哦这是我们的执法线 哎什么时候签过协议这是执法线啊 没有啊从来就没有过啊 就靠一个默契 那你主动去打破这个默契 我只能说邱戴三没有智慧 管毕临蠢得跟什么一样 这种事情特色是干什么 你范围处理得越小越容易处理 你今天把他搞得很大 你说哎呀这是我执法线 大陆说谁说的 我从没有承认过 那他就开军舰来给你看了嘛 那你能赶他走吗 你也不能赶他走啊 所以这个时候不要讲说什么 海巡线的这个 以后就不要敢遗传捕鱼啊 我公开讲 那一片本来就不应该赶遗传 你说我画好的线说 你公务船不要过来 我公务船不要过去 这是合理的 国际上都能够接受 你告诉我说老百姓不能来来去去 结果偏偏我们的船随时可以过去 他对面的船不能过来 那你说这是我的渔场 那那边有什么渔场啊 你别好笑 对不对 就海流经过的地方而已嘛 这时候更不堪了 那大陆渔民在补鱼啊 补的鱼都是卖给金门海产店 所以我说这个是一个当地的常态 为什么 就是隔壁坐得这么近啊 那你没事汇很多利器 哎呀海军署去追他们的渔民啊 捕鱼啊 发生鱼的纠纷 有什么国家安全的意义 有什么主权的意义 都没有啊 你搞这个事情干什么 你倒不如开放一下 爱补你就来补啊 没有雨你就回家啊 对不对 你也没有说准许他登陆啊 我们的移民还可以随时登到对面的厦门泉舟 这个天气太热 还可以到泉舟KTV吹冷气 真的是如此啊 你真的不晓得吗 那如果真的不晓得 你海军署的官员在吃什么饭啊 你国安队的官员在吃什么饭啊 这当地的常态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你如果说今天很开放说 啊补衣就补衣嘛 对不对 一下子跑到泉州 一下跑到金门 一下子跑到厦门 又不用跨越太平洋 又不用跨越台湾海峡 所以我是觉得 你今天把这个持开放 那以后移民来就不用赶 本来就不用赶 谁叫你赶 是你台湾的法律规定要赶啊 你自己赶着自己找麻烦 老百姓的东西 在两个敌对的政权中间 你让老百姓一点生活的空间嘛 是 以前我们的渔民经常在那边补鱼啊 现在基本有钱啊 不过去了啊 就叫大陆渔民补好了 我们的遗产开出去买他的鱼货啊 这还要我解释吗 那你应该把他说 哎呀那是走私啊 多可怕啊 我听了就生气 老百姓互相买点香烟 总是比你蔡英文 用总统专机买酒更简单好不好 你有需要搞得这么大吗 对 你说什么有长香菇 我听了不能听 不要去讲这个 有的没有的好不好 走私枪界当然要抓 走私毒品当然要抓 那今天有毒品市场没有啊 今天有没有毒品市场也没有啊 所以我就不用去解释这个东西 聪明的台湾的执政者 趁这个司机检讨一下 就开放渔场 开放海域 老百姓来来去去很开心 对不对 那海巡也轻轻松松 对不对 每天就是九点钟打卡绕一圈 看你有没有大陆公务船来 那你大陆有公务船来 我就真的跟你对峙给你看 对峙给美国看 这才是本事嘛 你现在大陆公务船来了以后 你跑得远远的 躲得远远的 我不敢惹事生端了 美国爸爸 拜托拜托 我绝对没有惹事 那大陆遗传来你凶巴巴的 官跟民的界限你要弄清楚啊 对不对 再举个地方 那个叫重叠海域 老百姓在讨生活的时候 不要画得这么紧 隔壁邻居啊 我打个篮球可能跑到你那边去 你打个牌球可能跑到我这边来 那是跟国家安全没有关 跟主权象征没有关 不要说我一道歉了以后 我就不能去取缔遗传 本来就不应该取缔遗传了 那你说哎呀我就不丧失主权 谁说主权跟遗传有关系啊 你好笑 那我们的遗传整天跑到对面去 那是不是大陆就没有主权了 这个逻辑中不通 那民进党整天在鬼扯 拜托一下啊 做官的脑筋要清楚一点 我到了这几年才发现说 我们的海洋委员会主委 管壁里没有念过国际海洋法 那邱泰山哦 现在大概是准备打包了是不是 话都乱讲 对不对 你有需要去跟大陆 再就这个问题 去扯什么两岸主权吗 你有本事 把你的军舰跟海巡船 开去阻挡大陆的海警船 这证明是你在坚守主权嘛 你现在没有啊 大陆海警船过来了 邱国正呢 周梅吴呢 管壁林呢 好吧 还有陈建仁呢 你们不是都准备打包走路了吗 谁不想管吗 他是以后变成新常态是不是 有本事就是船开过去 跟他对峙 差一公尺 碰撞勇敢力点 撞一船是什么英雄啊 你就要转对岸的海巡船嘛 你不敢转对岸的海巡船 你说我小我不敢转 你什么意思啊 这时候你当英雄的时候 所以啊 民进洞赎辣啦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律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